三星最新推出的高阶单眼 号称一秒可以连拍15张 我们现在就来拍拍看 当我按下快门的瞬间 都不会停下来 按住快门连拍 相机完全不会停下来 NS1对于动作的掌握度不是盖的 采用2820万画素APS-C感光元件 拥有205个相位对焦点 也就是说自动对焦只要55毫秒 当然一口气拍了这么多张的照片 传输的速度就很重要 所以这台相机也支援了 在拍照的瞬间 就可以把照片随传到平板上 可更换镜头的NS1 采用全美合金打造 要价85,990块钱 解像力要高 就是该有的细节要有 第二个就是层次感 就是说你可能它一整个看下来 它有好几个很多变化 但它就应该可以呈现这些变化 不过根据IDC调查 数位相机在20012年的时候 出货还突破了1亿台 但随着智慧型手机相机越来越好 2014年的出货可能下修只有6600万台 接下来是一个旅游旺季 包括在Christmas 在过元旦或者农历年 旅游旺季的话 我想这是一个对相机是一个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市场 所以我们一起在未来的三个月里面 市场应该会有长足的进步的部分 三星积极旗舰单眼区隔手机族群 而在今年市占率调查上 Canon与Nikon两大巨头地位不可撼动 不过第三名跟第四名的位置竞争激烈 就看三星能不能靠NX1起进排行榜前三名 三星徐宗里萱 台北曾莫道